玻璃通透明亮 是室内设计中经常用到的物料 有设计师利用玻璃来做间隔 将单位间出不同的空间 效果是怎样 家居足迹 今晚九点半 无线财经资讯台 有电影特技人 因为交通意外失去双脚 但生活反而变得更精彩 有人年宵沉沦毒海 经常出入监狱和戒毒所 踏入晚年的他们 如何活出精彩人生 无奇不由 今晚八点半 无线财经资讯台 不过半山是传统豪宅区 不少屋远都有海景 两个同样腐陷为港的单位 要价有明显差距 原因是什么呢 天天有楼梯 今晚九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 内地上月外贸表现好过市场的预期 以美元计价 11月出口按年上升2.2 升幅连续两个月收窄 进口升幅31.7 升幅较10月 扩大超过11个百分点 贸易上差大约是717亿美元 以人民费计价 出口升幅扩大至1.6 进口就升2.6 头11个月累计 美元计出口和进口都增长近3成1 贸易上差超过5800亿美元 前11个月 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55.3万家 同比增加3.6万家 有利支撑了外贸进出口增长 保持了两位数的同比增长 进出口增速与2019年同期相比 也达到了24% 进出口总值已超过去年全年的规模 港股向好 指数升超过300点 加慢美股做好 港股高开355点之后 半日升幅扩大至最多385点 货网股反弹 阿里巴巴升9% 是半日升幅最大蓝筹 网易、美团和腾讯升幅 就介乎2%至3 人民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 部分内房股做好 融创中国升1成3 中国澳元升1成半 合景泰富升9% 移航空股也有买盘吸纳 国航和南航升7% 东航和国泰受清超过半成 市建局的土瓜环四合一重建项目 折收发展二项 现场所见最少收到17份二项书 包括帝国、新世界、华贸、南风和中海外等等 都有递交二项书 今次推出的项目 覆盖两个双轮的地盘 位于洪福街、启明街和荣光街 总地盘面积大约58,000平方尺 最高可见楼面面积大约52万平方尺 市场估值高达68亿元 每呎楼面地价介乎11,000至13,000 远东发展主席邱达昌表示 本港楼价高企作为地产商 认为只要楼价平均 发展已经说不错 我都希望香港楼价稳定 其实都不是便宜的了 大家都知道社会香港的痛苦指数 是其中支全世界最高的指引 我希望平均 我知道很多行家说 明年房地产是3至6 3至7%增幅 当然以我们自己公司回归 买香港地产增加3至7% 我很开心 就算不增加都不错 我觉得OK的了 据报《顺丰集团》期限 在内地提供即时配送服务的 顺丰同城以下限定价 IFR报导 顺丰同城将会以招股价下限16.42亿定价 集资大约21亿5000万 公司引入两名基石投资者 包括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中国 公司今天自指招股 一手入场费3600多元 将会在12月14日挂牌 证监会上季仍余 按年减少量乘4 截至9月底的季度 仍余有1亿5400万 收入是有6亿1800万 按年减少1成半 季内审月78宗新上市的申请 包括3宗采用同股不同权的公司 和15宗仍然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申请 因应股价和成交量移动 期内向券商提出超过2700项 索取交易和账户纪录的要求 并且对两家持牌机构 和5名人士作出纪律处分 涉及的罚款总额又近1200万 港股年跌两日后反弹超过630点 修复十天线 恒指高开超过350点后 升幅逐步扩大 收市升634点 报23983点 成交缩近一成 去到1534亿 科技股支撑大市向上 阿里巴巴结束5年跌 反弹1成2 冲上市以来最大的收市升幅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 快手 美团和网易 齐齐升超过半成 人民银行公布 全面调低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 中资金融股做好 中人秀和平保 升2%至3 中生制约 逆市跌2%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 憧憬内地楼市调控 可能松绑 用创反弹近1成7 已经成立风险化解委员会的恒大 据报再次未能够 如期支付美元债利息 股价仍升1% 龙光折让近1成配股 股价跌9% 市场对新变种病毒忧虑缓 加上政府说 正是争取开放部分通关配额 比有迫持需要的人士 国鸿和国泰齐齐升半成 吉里上个月 新能源车销量创新高 收市升超过4% 东风上个月 汽车销量倒退1成2 股价仍升超过3% 据报永利计划中止 和澳门中介人合作 股价升4% 其他赌业股做好 金沙更加升6%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梅道 在美国挂牌不足半年的滴滴出行 准备转投香港上市 外界认为滴滴舍未取港的决定 有可能吸引其他中概股仿效 因为美国日前落实新法例 要求无法配合当地审计要求的中概股 三年之后除牌 现已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超过250间 当中有14间同时在香港第二上市 这一类港美上市企业 可以透过调动股份 达致转移主要上市地点的效果 减低除牌震荡 以北道为例 已经有超过八成股份寄存在香港 阿里巴巴也有接近五成股本 在香港流通 至于那些只是在美国挂牌的中概股 除了私有化 也可以参照滴滴先行申请来港上市 确保现有股东有机会兑换港股之后 再在美国退市 不过滴滴在美国挂牌不足半年 股价已经累跌超过五成 假如公司只是以现价水平发行港股 恐怕会引来现有股东不满 甚至触发集体诉讼 但亦有分析认为 滴滴勉强留在美国上市 只会继续受内地监管整顿 股价一样难以犯神 主要教育平台凭微博暗盘初段一度低建 252元 较上市定价272.8低7% 以一手20股计算 账面蝕超过300元 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微博 认购反应只属一般 远差过以往在香港招股的中资科技股 只得1.1万人认购 公开发售部分超额不够1.7倍 抽三手已经可以稳获一手 据报澳门赌场营运商永里 金沙中国等计划 今个月内关闭贵宾厅 澳门媒体报道 美知永里澳门为了与贵宾厅撇清关系 免受牵连 计划在今个月20日起 终止与澳门所有中介人合作 而旗下所有贵宾厅都会同步关闭 有消息指 另一美知金沙中国 也都已经决定在今个月之内 关闭旗下全线中介人贵宾厅 新豪也都计划关闭旗下赌场的 全线中介人贵宾厅 太阳城集团大股东周卓华 近日因为涉嫌不发经营赌博 和洗黑钱被捕 据报中华恒大债券持有人 仍然未收到利息 中华恒大再次面临债务违约的危机 盼博引述恒大美元债券持有人表示 仍然未收到利息 债券发行人为恒大的子公司警呈 原本上个月的6日支付利息 带有30日的宽限期 两批分别在2022年和2023年到期的债券 应付利息合共超过8千万美元 中华恒大设立风险化解委员会 由主席许家人兼任委员会主席 广东省政府全资持有的越海控股 副总经理刘志鸿出任联席主席 其他5名委员来自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信达等 恒大上星期已经表明 正制定境外的重组方案 彭博引述消息说 会纳入所有离岸公务和私务债券 可能成为内地规模最大的债务重组 介绍业就有4亿美元的境外票据周二到期 据报主要债权人已经正式提出宽限方案 包括是注入新的资金 协助营运和避免债务违约 负力地产就以近22亿元人民币 再根据资产净值等的调整 出售广州物流项目余下三成的股权 及事务基金黑石 估计最终收到现金超过12亿元人民币 社务集团也都以每股8.1后4 较周一的收市置让8.5% 配股集资超过11亿元用于还债等 其实暂时我们看到 好像出现了一些危机 但主要是从现金流方面的一个短期状况 就不是一个好像08年那个骨牌式的危机 如果到时譬如真的出现一些财务危机的情况 需要一个债权人的清盘 因为他们手头上的资产是比较优良资产 不会有一个骨牌式的情况出现 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要求更好满足置业人士的需求 不要再提防住不炒 有分析相信明年内地的楼市会稳中前行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正报道